咬 每週會為寵物發聲 讓我和大家一起進入寵物世界 謝非寵物頻道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謝菲寵物頻道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會有問題 關於訓練寵物的時候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尤其是面對什麼問題最多呢 就是你不在家的時候 咬尿片 咬尿片 發瘋狂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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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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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牠很不專注 牠的樣子很不妥 但食物牠就照顧吃 牠訓練了多久 有些人說 訓練了 Chibi 多久? 訓練了 牠由九個月底 或者一歲左右開始訓練 其實有些動作 我想一天左右就認識 這麼快? 因為有些人訓練 訓練很久牠都不認識 其實是看性格的 有一隻貓是死也不肯疼我 但其他人是貓公還是貓拿來的? 是女生來的 是啦 一字這麼簡單 會不會真的跟男女生有關係? 我覺得是看每個人的資質 是關於資質 要看每個主人的資質 我也明白 其實有很多觀眾朋友都不明白 我們說訓練寵物 其實不是訓練寵物 而是訓練主人 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訓練主人 絕對是 是呀 主人怎樣去對待 你看這些主人搞到動物色色 你都明白 又走了 你又走了 你關我講話 我看不見牠 你很討厭 真的嗎? 真的很討厭 你別管你講話 怎樣 拍著你 先去哪裏 先去哪裏 不要緊 你不要記住 上次idol 他都聽我說話 我們先看看上次的影片 為何我未見過idol idol都肯聽我說話 喂 他初代是不聽你說話的 我告訴你 叫武器才不記得 我們看看idol有多厲害 這隻是另一隻狗 是嗎? 這隻是另一隻狗 叫做idol 是嗎? 他只有1歲多 未夠2歲 其實你訓練了idol多久? 這次是第五次帶牠出去 第五次帶牠 其實牠不是經常出去的 不是經常出去 因為牠小時候 沒有在我們那裏居住 就去了 去了我partner另外一間屋居住 一段時間 你看看 我養了牠幾個月 我叫牠擠 牠真的擠 我第一次見牠 因為我給了一些武器 你真是的 我們看到idol 或者寵物 最重要的是 旁邊有些迷惑 例如剛才是下雨 下雨 對 然後有時候咬 都不肯放 因為牠在陌生環境 而且牠剛剛訓練了第五次 我心想你做這些動作 其實牠不懂 牠不喜歡 我教牠打Caron 你叫我 你叫我在鏡頭示範給別人看 或者牠沒試過hand 沒試過hand 我不會教狼狗hand 為什麼 屍屍就會 狼狗你教牠什麼 hand是最容易教的 因為其實你遞一隻手 牠會遞一隻手給你 然後給點獎勵 你看看 我抱一下idol 牠也是肯定的 那當然 不是的 如果一隻狗或貓陌生 不是每個人都能碰 那不是的 狗是很奇怪的 牠很討厭你 但很少會很討厭一個人 無端端 是 很討厭你 那個人一定有問題 心底一定沒有 有些朋友說 可能我自己沒有養 或者我很喜歡 我去到朋友家裡的時候 我就看到狗狗可能又發瘋 其實我沒有告訴大家 剛才留不留意到 為何idol被他抱 剛才你聽不到 牠舔我的球 牠給了球 牠請了球餅的idol吃 不是 我不是故意給我球 不是故意的 你說 牠故意的 你說是嗎 大家說是嗎 我不是舔我下跌 你說Icy 是不是 Icy有跟idol出過街 是不是 人家Icy都很合促 是不是 為什麼你會這麼失禮 請idol吃球餅 說真的 我只是不懂 不懂請他吃球餅 不懂請他吃球餅 怎樣對待狗狗的 是 但是你碰了 你給了一零 請他吃球餅 給你聽聽的話 不是 不是 我未 Icy又給不到反應 不是 我未抱牠之前 譬如我給牠吃 叫牠坐牠 牠都肯坐牠了 為什麼我這麼簡單 我完全不熟悉狗 或者我身上可能 因為沒有其他狗的狗味 所以牠就會覺得 不是 其實最主要是 你給牠有好處 有東西吃就可以了 而且牠在陌生環境 其實做了很多錯誤的事情 第一 在訓練當中 你一定要戴繩子 不知道牠根本上 不明白你做什麼 不過因為狼狗 比較穩定 所以耳鳴 其實我教牠四、五次 就是坐牠的動作 我想問 有網友問 是不是用英文訓練會比較容易 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任何語言 牠是不明白的 對 我在德國買了狗回來 人家訓練好了 可能三、四歲 人家本身是講德文 其實我拿著狗 我告訴牠 我叫牠 坐牠 為什麼要說國語 我只是告訴牠 沒有語言 騙你 可能牠經常聽著會記得 但我也跟你說 只要你跟牠溝通了 牠會認識到你的身體語言 而且你想說話 其實你自己會有一點 牠的狗就會感受到你 其實如果牠是寶寶 你開始跟牠說一個語言 那當然最容易 但是如果最慘 就是那些德國狗 牠幾歲都已經聽著德文 聽著德文的聲音 或者說話速度 你突然要轉換第二個語言 你是不是要跟著那些速度 或者那些音 都不用的 最主要就是你跟牠的寵物 譬如那隻狗新買回來 你馬上讓牠過底給你 接受你這個身處人 然後你要牠摘完 什麼都可以 其實要過底很困難 是嗎 視乎狗 而且視乎你懂不懂得牠 如何令牠過底 是 有很多方法 我覺得Chibi可以過到過底 剛才他很喜歡 你想你也不要想 你經常想 你把牠的貓拿走 Chibi 你跟Pansy走好嗎 好 你跟我回家 好 過好 大禍 你 好 Pansy很開心 Pansy很開心 Pansy 從來沒見過Pansy這樣 對 我今天很失態 不可以 以後不要送花 這隻貓就哄到Pansy回家 知不知道 你看牠挺有趣 另外想問 有些寵物是過度熱情的 尤其是狗狗 最喜歡撲身 或者撲球 或者紋你下面 你要檢討一下自己 為何紋你下面 你明白嗎 有些味道才為紋你 不是 是不是 那怎樣解釋 她也認同 她馬上對自己都 大家都自己 你很壞 你很壞 你真的很壞 很壞 很平靜 很平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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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真的很熱情 不斷撲 你有甚麼方法令她更穩定 令她坐 或者待 其實都是絕招 絕招是怎樣 你拿一件東西 可以吸引到她 無論是玩具也好 但最不一樣 我都不喜歡她 因為為什麼呢 她突然撲過來 可能會弄傷我 但是我們不可以罵她 因為她喜歡我們 叫我們 對 其實她跟朋友才撲過來 你看偷偷弄到她的手 全花了 這些是她弄傷我 就是她跟我玩 即是她忍不住 對 她有牙齒的 像刀一樣 你看她弄到我損了 對 你好 她在下面叫 她叫 這兩位很害怕 她想喊我 知道嗎 我懂得聽 我也懂 我不是全心 我不是全心 你跟她聊 對 我們這些是 跟動物有 很好的溝通 很好的溝通 所以你了解她們想做什麼 對 她現在說怕你們兩個 你現在覺得她想怎樣 她現在想來找我 她在我的右邊 真的沒有吹水 你問問她 我問她的尾 你為什麼呢 這些動物很怕她摸尾 她走過來 因為她想求救 你明白嗎 她很害怕 你問她的女生 嘩 傻瓜 大佬 有什麼這麼有趣 我都覺得她們不有趣 很過分 沒有死亡 那怎麼辦 想怎樣 糟糕 我現在很慘 不不不 我要先解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現在你能不能回答 解答網友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剛才說要有些觸碼 那觸碼是要給一些玩具吸引到她的東西 是 但那些玩具 它不會吸引 你也要培育她的興趣 因為小時候怎麼懂 怎麼會知道她喜歡什麼玩具 就是你要找一些玩具 漏她玩 還有是不是不要那麼多玩具是最好呢 不是 玩完之後 你不是丟掉給她玩 你會收起來 你和她分裂 為什麼呢 他玩到 玩到為什麼會理你 你傻的 是不是都可以玩 你放下的東西 你可以不要拿那樣東西出來引她 一定是有些東西是培育你和她互動玩的 然後玩完要收起來買的 所以就不要給玩具他們自己玩 你可以的 比如咬咬的骨 咬咬那些就可以 丟掉給自己玩 不是牙痕的時候亂咬東西 那些是只要咬的 你可以只要咬 不是用來做訓練的 一些吸引的 如果那些就不要丟掉給我玩 那些就是訓練才拿出來 因為有很多網友可能不會明白 即是牠說 牠喜歡這個 是 這樣就說 好吧 給你玩 那就給了牠 所以如果你給了牠的時候 下次牠不聽你說話 就是因為牠玩慣了 那牠就不會再玩了 對多都驗了 哪有新鮮感 那我會不會是 我要定期和牠玩玩具 那不需要的 不用的 因為狗 都說牠忠情就是那樣東西 即是很專一的 很專一的 我想問貓是不是 貓其實牠們有不同的性格 其實喜歡不同的東西 是 那牠是喜歡任何條狀的東西 即是那些繩子 那牠不是很開心 那牠應該是女兒來的嗎 那牠應該是女兒來的嗎 那牠應該是女兒來的 為什麼牠喜歡條狀的東西 這麼奇怪 牠每一次我拿一件東西出來 牠就會瘋癲 那件事是什麼呢 牠每次聽到有個聲音 牠就會知道有一條東西會出來 明白嗎 那個是軟尺 那你拉出來不會會 嘆嘆嘆嘆嘆嘆 牠一聽嘆嘆嘆 然後牠就馬上瘋癲 嘆嘆嘆 另外蚊蚊就是喜歡球 對 丟一些彈彈球 或者平時幫牠梳圓毛 那些牠們剩下的毛球 我會把球給牠 然後牠們就會追 追毛毛球 對 有時候我拿著一個球 會拼牠們 會這樣扔 但其實牠們還在手裡 對 牠們就愚蠢蠢 這樣就沒有了 試過看多久 什麼試過看多久 就是牠看空氣看多久 看空氣嗎 看空氣嗎 即是你這樣炸底扔 牠就不小心找 牠看很久的 牠不會放眼 我試過一隻狗在外面扔 我扔這樣扔掉牠 牠看了十分鐘 怎麼還沒掉下來 為什麼你扔這麼高 真是聰明到不可 真的 我想問 有網友都會問 其實那些寵物 牠是會不會到處去廁所 貓不會 貓真的在你教了之後 牠會不會到處去廁所 牠會不會到處去廁所 狗就比較壞 除非有人會說 為什麼我的貓突然在床上蠢蠢蠢 為什麼突然在廁所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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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其實貓很有趣 一出生牠就知道去哪裏要去廁所 所以告訴牠是貓沙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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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沙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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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枕頭上磨便便 我想很多網友經常遇到這個問題 不要說是貓、狗都是 經常在你的床上磨便便 在梳化、枕頭、磨便便、磨尿 這個很大機會就是他們發脾氣 他們想要你的注意力多一點 關愛我多一點、留意我多一點 是的 我也有問過寵物傳心 我問過Jacqueline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她的解釋都是說 他們可能心裡有些比較 她就覺得為什麼你愛chewbee多一點 你不愛我 爭寵 但其實那一隻已經在家裡 晚上睡覺是捕著我這裡睡 有時候睡到我的枕頭 她當自己是人 她把頭枕在我的枕頭上 她的身體就跟我一起睡覺 即是一起睡覺 這樣睡覺 是的 有些人說其實不要讓寵物跟你一起睡 有沒有這樣說法 不知道狗是這樣 貓可能就跟人睡得比較多 狗比較少 狗才跟人睡得比較多 是啊,我小時候是跟狗一起睡,因為有很多隻狗,又大又小 睡到小型狗捲著,好像一條頸巾,我起床時不敢動 一動就狂領你的,所以我拖到最後才起床 大狗在旁邊,握著你,捕著你 貓貓比較喜歡摘人,狗也喜歡? 狗也喜歡摘人 我開始做惡夢,然後突然醒了,以為被鬼扎 半邊身動不了,真的以為被鬼扎 然後一睡醒的時候,四隻,一、二、三、四 排住了 對,握著我左邊身 是不是一定是冬天? 是啊 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握著波子,又握著波子 我以前貓貓就握在我中間 又來了,她說的重點出來了 原因是因為她們覺得是暖 她們覺得是暖 她們覺得是暖 你說還會是暖的,握著中間 不是的,她們睡下來的原因是因為覺得是暖 我知道 所以她們想要一些暖 而且肚多的肉,她們這樣搓一搓一搓很舒服 她們覺得是舒服 所以剛才不是說的,其實她們不聽話 或者你怎樣訓練都沒有用 其實你教了那些東西,她懂的 其實狗狗跟貓貓一樣,尤其是狗狗 牠們都是一些很社交的動物 牠們是需要人陪 是,長期需要人陪 有統計說過,如果你不陪你的狗狗 最起碼八個小時,牠就會發脾氣 牠會生氣,是不是? 八個小時還挺多的 八個小時回去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回去沒有穩住狗狗 就一定會狂狗 一定會瘋 你八個小時時長回去都沒事 多個八個小時便會大單 多個八個小時便不行 大單,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是真的嗎? 我覺得你這樣說到好像牠們看著一小時 八個小時便會亂 嘩,我有一隻Husky才是壞的 我告訴你,他掀開我的床,在那裡蠻大狗的狗狗 在床上,整個床都要扔掉 然後我回到去,第一次就忍了,罵也不罵 自己也有責任,第二晚,那時候年輕人出去泡 喝完酒飯,你知道喝完酒飯很累,我會放狗 我放完狗回來,才發現死人Husky,幫我蓋上皮 我一掀開,尿都不要緊 其實我還沒扔掉,床蠟就掉轉了,那次要扔掉 他鎖完那些尿,還有鎖屎 你喝了酒,已經很辛苦,鎖完狗回來 那次很燥底,當然是燥底 我想跳到街上,還怎樣弄? 那你最後怎樣睡? 我沒有睡那張床,也要先扔掉屎屎,床蠟,很臭 另一個問題就是,除了你八個小時以內要陪他 他不可以不見你八個小時 另一個,有人說,如果你帶他出街,多過一小時 他們也有機會覺得悶,會不會? 嗯,那就視乎 或者你這樣說,你扔掉他出街,多過一小時 就是自己放他出去? 是的 那就沒可能,我放他出去花園也沒可能二十分鐘 他鬼殺那麼吵,又要回家 他會瘋的 他一天就要出去,一出去了,他沒事就要回家 是的,一天出去了,一天出去了 你跟他一起出去就一回事 其實養狗呢 但你只放他出去就真的不行 其實養狗是給狗玩的 因為有些朋友就告訴你,他們是放養的 是的 有些是放養的 所以他就讓他 開飯才會回來 是的,就是讓他出去 就是通街客? 沒錯 你知不知道外國有些貓是這樣的? 有很多是放養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但很危險的 但是這樣是 吃了什麼,又不知道做什麼 也是的 香港可否放養,我放狼狗出去養得不可以? 不是,我知道有些朋友是真的放養的 喂,在哪裡放啊?等我放兩隻的養狗? 有,他走了出去,到時到後就認識 有這麼大的狼狗,怎麼走出去,讓他認識回來 完全不可以 第一,我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很不公平 因為狗不認識,待會舔了毒藥 吃了髒東西,肚子痛也不好 危險的 危險,危險 你以為馬路真的會啟車嗎? 嗯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訓練寵物,或者養寵物 你真的要保持他們有練習和活動 是的 最少每天要多少? 多久? 練習,其實練習是不用太久的 我想你跟他扔球十五、二十分鐘就夠了 就已經夠了? 不用多過半個小時 就是每天要跟他一起 你扔球,他走來走去走去 真的可以跑去跳,應該很足夠 因為我比賽的狼狗都不會一天操他幾個小時 是 會想辦法的 要是拖他出去,拖一下屎尿 或者拉一段 怎樣拉呢?很多人會放狼狗 那些人會覺得,那隻狼狗牽著人 好像…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是先放狼狗走去 我們在後面拉牠 那牠習慣了有點扯 我們用繩子有點像舉機器一樣 那牠長繩、中繩、短繩和上、中、下的角度 是調教牠前驅、背部、後腳等等 我們就好像跟牠去工作 即是說,其實那個寵物最主要就是 跟你的工作和溝通很重要 對,基本上你每天要跟牠出街很開心 對 那四個字,你的關係已經很好 牠跟你建立了一個好好的關係 但我想問,最慘就是一件事 牠只是聽你的話 其他家人牠不聽 見到你就會很乖 見到其他人就喪肺、喪噴、喪咬 那怎麼辦呢? 視乎狗的品種和狗的性格 通常狗都會喜歡家裡全部人 你只要不聽話 譬如有些比較頑劣的狗 當然會只會聽一個人話 那有什麼方法解決 都有的,你的家人都要懂得去處理它 即是說,當你去訓練你的狗狗或貓貓的時候 譬如你跟牠說,大家都是潮州話 那麻煩你家人全部都是說那個潮州話 是的 那個通話是要一樣的 是的 不要你說一堆說話 跟著那些指令 譬如你跟牠說英文 你家人不懂得說 他們可能… 講法文 是的 所以那隻貓或狗就不會聽你家人說 就喪肺和喪咬 還有他會認定看誰可能餵牠食物 例如家裡我餵牠食物 牠就經常黏著我 可能其他人幫牠剪指甲 說牠不喜歡的東西 那都是照顧牠的 但牠不喜歡 那牠就會不喜歡那個 所以其實每一件事都要互動 即是全世界都要一起去照顧牠 就不只是一個人去做 因為其實可能有很多家人 他們不是這樣看的 即是他們說我現在回來 分工嘛 是的分工 你就照顧牠這樣 你就照顧牠那樣 通常那些雙人才是這樣的 家人的爸爸媽媽不會這樣叫分工的 不是呀 有些可能爸爸媽媽… 通常情侶才是 很介意 我幫牠換了貓沙 那你就會幫牠活動 這樣而已 爸爸媽媽怎麼會說這些 爸爸媽媽幫你收拾吧 哎呀兒子啊兒子 或者小朋友 哎呀你休息一下 我幫你放了 小朋友就只是玩 可能吃完東西我餵完 你又不知道你又再餵 其實我覺得餵有時候 可能不是訓練那些小吃 餵東西吃多數都是一個人負責的 其實你說貓好 因為為什麼狗呢 牠懂得分工的 你餵牠吃的 牠未必聽你說 即是未必只聽過餵食的話 是的 我以前狗房不是我餵這種狗 但狗會認識我是老闆 那些是 是的 我在這裡不聽那些人說話 其實狗又有這個特性 你要讓牠知道誰是主人 才是主人 最重要是誰是主人 那當然每一種品種都不同 乖乖乖乖 你很漂亮 你很上鏡 是的 還有誰是主人 不要緊 那樣東西你一定要讓牠知道 為什麼有狗或貓這麼難教 為什麼這麼不聽話 可能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當作牠是主人 你自己是老闆 雖然我是貓奴 我承認 但是一定要讓牠知道 那個角色是什麼 即那個主角是什麼 你要讓牠知道 你才是主人 牠是要聽你的話 這樣牠以後就會聽你的話 但如果你開頭 或者之後中到牠不得了 牠喜歡怎樣就怎樣 牠喜歡給東西去玩 牠一吵就給東西去玩 其實你要告訴牠哪些東西是正確和不對 而且你的指令是要非常清晰 而且肯定 對 good 還是no 而且你的語氣都要一樣 你不可以說no 牠就不聽了 就是no 但你又不可以說good boy 你又不可以這樣 那你就會說good bye 其實語氣也是先行的 語氣先行 而且你給牠的指令要很統一 你不可以家人給一個指令 然後你自己給一個指令 那你就死定了 死定了 真的會死定的 即不可以只是你很多手 你家人又不多手 都死定了 牠怕你了 不是 牠污辱了我 你看牠多爽 牠想反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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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傳心術 我現在說一下牠 牠現在怎樣 牠想說 嘩這位姐 你需要這麼喉及嗎 你看牠多爽 你看牠正在反腦 嘩 你抽狗水沒有 是不是 我想問 有些網友都會問 譬如我們養貓貓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還是環境乾淨 一定要是 因為牠有些奇怪的習慣 牠喜歡拿水兜 所以水兜 我想是一定要乾淨 因為牠們貓毛 經常到處都飄 即是我們現在直播室都到處飄 想像一下 水兜長期都是有一股毛在面上 所以一定要 喝得多不多水 喝得多水 我們說 比如說寵物在餵食什麼 我們之後當然會有其他習慣 又被人搖 是的 很簡單 我們先說 謝飛哥 養狗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訓練的時候 訓練的時候 就是你要努力 不要硬來 不要讓狗受壓 這個訓練 我想要下次長一點時間介紹 告訴大家 一些工具 有些特定的工具 注意就是狗 不能隨便給牠吃 例如朱古力 牠已經是中毒 輕則是腸胃炎 總則是死的 中毒是死的 排七次都排不清的 譬如菩提子 也不能吃 洋蔥也不能吃 很多東西要注意 狗跟人是不同的 我想 因為快要新年 有些人說 其實家裡不要放花 不要放什麼花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一張照片 是的 最後第八章 就說不要放什麼八盒花 水仙花 菊花 蘆薈 這些花 不要放 他們說這些是有毒的 我想問 是真的還是真的 我真的沒有口感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 做一做這個調查 是嗎 有一次我買了那些貓草 因為有些人說花粉 貓草給牠 自從那一次牠咬完之後 牠所有家裡的植物都咬爛了 其實養狗 我家裡不會放多餘的東西 即植物那些不會 當然不會 因為有些人說 因為新年我想放些鮮花 有些人說 不要 因為放鮮花 會令牠們有神衰竭 是的 因為那些花粉是有毒的 所以說不好 所以我們突然說 快要新年了 大家是不是應該要留意這件事 養動物要小心幾件事 譬如家裡的地拖 那些水 因為可能有清潔劑在那裡 你要蓋好牠 因為狗貓舔了 很大事 你不知道牠什麼時候口乾 牠吃了東西 下去不消化 牠是不知不覺地不停喝水 平時沒有喝那麼多水 但可能牠只是咬骨 或者吃了一塊餅 一聲吞了肚 如果牠消化不了 牠會不停喝水 所以平時要留意牠們 有什麼特性的不同 清潔肉品 那些全部都要收好 不要放光出來 當然你怎樣照顧 或者怎樣去 譬如有些朋友會問 是否經常要跟牠剪指甲 或者要做些什麼 當然我們也會有集數 會跟大家說 是的 一次過說不完 是的 一次過說不完 一個小時很快就通過了 不經不覺已經是第二集 我們眨眼可能已經說到 現在是2222集 我們還未說到剪指甲 是的 我們訓練可能說了很少 當然我們之後也會有其他集數 會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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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拜個早年 好嗎 好 你先來吧 我們公祝大家 大家雞年要行大運 以及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到你 我也是心想事成 祝大家身體健康 青春常住 最重要是得心應手 是的 我現在就得心應手 我祝大家 無論是謝飛寵物頻道的主持們 以及觀眾們 身體健康 你們的寵物都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最重要是大家主人和寵物都健康 我們下個星期 Hotbase 是新年 放假的 我們謝飛寵物頻道 暫停一集 我們過完新年之後 要隔個星期 星期四 我們會再見 大家休息一下 不用讓Pansy這樣轟你們 謝謝 講笑 Pansy私密教室 是會有重溫的 是會有重溫的 是的 我們那天 是的 謝飛寵物頻道 是我們停了 只是停了一集 Pansy私密教室 星期一初三 是會有重溫的 是 所以到期時大家 直接上admonpun.com 就可以重溫了 好 其實接下來我們 這個台上有很多節目 有楊秀朗 沒錯 還有鬼王admonpun 是 繼續不要認識 繼續來吧 好 我們遲些隔個星期再見 好 謝飛寵物頻道 拜拜